有一個地方,一年之中,人人都可以放一個月大家 而且還可以免費到處遊玩 四周又有豐盛的美食Party,喝你大飲大食 更可以成為VIP,免費入場看大明星主演的歌劇 逛逛逛街,突然又有大批金銀珠寶,鈔票,豪宅房車 名牌手袋,iPhone等等的電子產品大贈送 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哇,這樣的吃喝玩樂,夢幻式生活 你是不是很想擁有呢? 很容易,只要你死了,變成遊魂野鬼就可以了 根據民間傳說,會逢達入龍逸七月 地獄鬼門關就會大開 數以百萬計鬼魂就會湧來陽間至遊行 入夜之後,街頭小漢,男男女女 都燒街衣,又以大量人間美食祭鬼 化寶爐火光智器秘錄 在黑夜之中,閃影仿動 到七月中,近有一連三日的神功戲 和各種酬神智鬼移式表演 街角中仿佛,鬼影匆匆,非常熱鬧 十足人鬼共舞的嘉莉華 是整個鬼月的高次 在這一天,有人稱之為儒難智 又有人叫他做忠言智 又或者直接稱之為鬼智 究竟這些鬼意得利,有這麼奇佛的製鬼集族 是怎樣形成的呢? 農曆七月鬼治 就是經過千多年來 歷代混合了佛道儀三教 和民間習俗和傳說 演變回來了 其中更涉及一個坎魚界的烏龍大騙局 可以說是華人大迷信極致的文化產物 我們現在就以尋根究底的精神 去追查一下余蘭節的起源 佛教 漁蘭盆會 一講到漁蘭節的起源 坊間甚至不少佛教中人 都會提到看傳佛教裏面的 穆年舊母故事 穆年舊母故事 最早記載於西晉時期 即是公元265至316年之間 有話叫做足法湖的真人所譯的 佛說漁蘭盆經裏面 故事講到釋家十大弟子之一 穆年當修煉到得到神通之後 就以天難通尋找母親 以報養慾之恩 但是他見到他母親 已經墮入了惡鬼道之中 過著不可飲食的生活 餓到皮包骨 穆年見到非常悲痛 於是立即裝滿一勃飯 以他的神力 送到他母親面前 他母親 惡念未改 見到食物來 心怕其他惡鬼搶食 就以左手隔開其他惡鬼 用右手拿食物入口 但是因為這個惡年一起 食物去到他口裡面 立即變成火炭 吞不到落土 木蓮雖然有神通 但是就看不到他母親 感到十分痛苦 於是就回去請教佛陀 佛陀跟他講 你母親最孽深重 並非你一人之力可以化解 佛陀於是祝福他 在農曆七月十五 做一個漁南盤會 祭治他母親 漁南盤 也知法文 Yulambana 即是解除刀掛之虎 因為惡鬼受到的苦 就等於每天被人倒掛一樣 木蓮按照佛祖的指示 在七月十五日這一日 準備了百味五果 以及各種用具 裝飾盆裡面 供養十方珍重和菩薩 再以他們超凡的怨力 即日就令到木蓮的母親 脫離惡鬼道 最後更修成正果 佛陀有鑑於此 將漁南盤會推移廣之 要求佛門子弟 盡心行孝 每年的七月十五日 做漁南盤會 供養佛真 以此功德報答父母的恩情 木蓮救母的故事 其實有不同版本 以上是中國流傳最廣泛的版本 其實故事的最初原型 並沒有那麼複雜 也沒有那麼多神通情節 木蓮只是請了佛陀 為他母親說法 令到他已經成為天人的母親 修成正果 解脫輪迴 近代更有不少學者質疑 《漁南盤經》是假的 因為片茶流行於小城國家的佛典之中 並沒有《漁南盤經》 而印度也沒有7月15日 《漁南盤》的習俗 而印度也不是採用陰力 而是採用陽力 所以故事裏面 以陰力7月15日來做一個法會 並不符合印度的歷法 最重要的是 佛教著重個人恩果 如是恩如是果 所以是沒有人可以看其他人贖罪的 於是有不少學者都認為 《漁南盤經》裏面的木蓮救母故事 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後 有人導賺出來的 以迎合當時中國 以忠孝為先的儒家思想 方便佛教融入中國文化之中 所以木蓮救母這個故事 大家不妨視為一種文學創作 和拿渣孫悟空的小說差不多 跟著我們又要探討一下 鬼節的另一個源頭 《道教中元節》 中元節早於看待已經有了 最初是農民在夏末秋初 祭祀田神、感謝大地的節日 到《道教》逐漸興盛之後 中元節就加入了《道教》相關的內容 《道教》有所謂 天官、地官、水官 合稱三官 民間所謂 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就是指這三位官 這三位官是玉帝派駐人間的代表 每年都會考察人間的善惡 然後向上天匯報 三個官分別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為單神 而這三個日子就分別稱為上元、中元和下元 當中七月十五山日那位地官 亦被稱為清虛大帝 在這一日 他拿出一本厚厚的名錄 根據凡間所有人的表現來評分 然後卸免罪責 換言之 凡間哪個有罪哪個沒有罪 就是由他來決定的了 在華人世界 神仙一旦掌握某種權力 都會特別受人供奉敬拜 祈求神仙燒災解難赤福 是有一種向仙界賄賂的意識在 於是到了七月十五 地官這位大帝誕臣那日 農民除了籌謝田臣之外 亦都變成向這個地官敬拜祭祀的日子 祈求地官對他們的祖先和他自己的罪業 網開一面 在這個時期 中元節還未演變成一個祭祀 或者是普道陰間中鬼的節日 到了南北朝 即是公元420至589年期間 道教得到很大的發展 但是同一時期 佛教的發展就更加送促 因此佛道兩教之間 亦都產生了一些鬥爭和融合 在鬥爭越演越烈的時候 亦都很多人主張不如兩者互相調和 不要再鬥來鬥去 於是道教的上清派和寧寶派 吸收了部分佛教的思想 包括佛教的因果報應 三世輪迴 天堂 地獄等觀念和理論 其中亦吸收了漢傳佛教裏面 餘南盤經裏目連舊母的傳說 和供養眾貞的儀式 在這個時期 道教中元節 除了是原本有的拜祭田神 地觀大帝的習俗 祈求祖先亡魂的罪得到赦免之外 亦都擴大到普道一切亡魂 在梁武帝年代 即是公元502年之後 梁武帝就開始切壇舉行 漁蘭盤法會 以報答父母和祖先的恩德 自此 漁蘭盤法會一直流傳至今 俗稱為漁蘭節 因此 無論是中元節還是漁蘭節 其實都是 混合了佛道餘 這三家主要中華信仰思想的文化產物 再經千多年不斷的演變和變化而成 而且這個節日 還未停止演化 他由原本只是7月15日的中元普道 拜神祭祖先亡魂的法會 演變成今日民間流行的鬼節 以致整個農曆七月鬼門關大開的鬼月 當中還經過幾個過程的 民間鬼節變鬼月 無論是漁蘭節還是中元節 原本只是農曆七月15日一個宗教的法會 那又是由幾時開始 這一個法會 變成民間的鬼節 甚至乎整個農曆七月 都是鬼門關大開的鬼月呢 其實一直到明代之前 中國民間都不存在七月是鬼月這個概念 在信佛的人眼中 七月更普遍認為是一個吉祥月 七月變鬼月這個習俗傳說 有學者研究過 是源自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於公元1328年建立明朝 他讀信風水 因為禮記中早有記載 天子彬七月而葬 當時的坎如師就解讀為以往皇帝死後 都是專選七月下葬的 所以就認為七月是全年之中最吉祥的月份 朱元璋為了令他的王族 專在七月這個吉月 民間不會共享七月的吉時吉日來舉行祭祀 以免和他的王族祭祀活動葬旗 於是他就派人假冒道士在民間賣符 目的是散布謠言 指七月是鬼月天章降禍 這個都算是古代 由統治者發出假新聞假消息 來影響民情的一個例子 其實禮記中所講 天子崩七月而葬 並非指皇帝死後 專選農曆七月才下葬 而是指皇帝死後 等七個月才下葬 這是周朝封建體制之下 規範天子 諸侯和士大夫等階級的庭葬時間 不學無熟的坎如師 就以為七月是指農曆七月 其實是擺了個大烏龍 繼而虛構七月是鬼月的這個民間傳說出來 意圖以這個騙局 減少民間在七月選擇這個吉時 今日來做這個祭神 借天結婚等等的祭祀活動 但是這個騙局 在中原地方 似乎就不是很成功了 因為又有學者翻查過 由東康時期 以至南北朝 一直到清代以前的歷書 都沒有記載七月是屬於鬼月的這個習俗 所以這一批學者認為 七月鬼門關大開這個習俗 是可能來自東南沿岸華人社會才有的習俗 演變到今天已經成為整個華人社會的共同習俗 但是這一批學者始終都解釋不到 為什麼七月鬼節這個習俗 會在東南沿岸華人社會興起呢 根據我禪非綜合各種資料推測 相信在民間是有些神棍道士 例如清朝已經興起的流氓派 或者是江上派老千集團 或者是類似的老千組織 為了擴大鬼神之說的產業鏈 就不斷吹開七月是鬼月之說 於是就穿作附迴 將牧連救武故事 改編成牧連破地獄的傳說 以解釋七月鬼門關大開成為鬼月的原因 而這個傳說因為是民間創作 並沒有記載在任何佛道經典 又或者是歷書之中 所以很多學者都忽視了這個傳說 民間傳說 牧連救武 變牧連破地獄救武 傳說是說 牧連以神通入了地府 為母親送飯 怎知飯一日後就變成火炭 牧連見到自己母親又肚餓 但是又吃不到東西 就非常悲憤 大鬧地府 他恥著自己的神通力 和佛陀賜給他的一支蟬像 打破地獄之門 救速母親 同時也私下釋放了地府裡面 八百萬隻惡鬼 負責管理地府的賢王 知道之後感到大事不妙 就和牧連談判 終於他們達成協議 就是地府同意釋放牧連的母親 而牧連就要把逃走了 那八百萬隻惡鬼 逐一隻捉回來 之後地府的賢王 也體諒到惡鬼之苦 所以每年七月一號 就打開鬼門關 由冥姦大臣 面賢大使普道真君 即是鬼王 率領眾鬼魂 從陰姦到陽姦至右閒 有子孫後人祭祀的鬼魂 就可以回到家裡的神主牌 去接受香火供養 而毛主孤魂就可以四處陪陪找食物 直到七月三十號 鬼門關閉為止 以上這個牧連破地獄救母的傳說 就解釋了七月初一 鬼門關大開之謎 也填補了朱元璋 鬼月這個空犯的概念 折合了孝子救母 又有大鬧地獄 打破地獄之門 導致猛鬼出龍的虛陷場面 十分適合改編成為神功戲 令故事深入民心 這個民間故事 相信最初都是在東南元環的華人社會興起 後來再普及到全華人社會 這個民間傳說 無論是否受到朱元璋的鬼月騙局影響 它都一定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故事 因為它與原裝牧連救母的故事相差十萬八千里 同時也都混淆了佛教六道中惡鬼和地獄兩道 並非同一世界的觀念 而道教裏面的鬼王 面延大士普道真君 其實原本是佛教的面延大士 佛經中形容它是 快面被火燃燒的鬼王 而實際它是觀世音菩薩的佈身 而在中元節的儀式裏面 它就被過底 被借用成為監管中鬼的鬼王 不過民間信眾不會理那麼多 一於發揮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的大迷信精神 其實自宋朝開始 民間在7月拜完7月7日的七者節之後 就立刻上演木連救母的劇目 一直祭鬼仇神到7月15日 拜了一個禮拜 到了清朝時期 既然有人說7月是鬼月 就不差再拜祭整個月 由7月1日開始 就開始買齊元寶納燭香 金銀衣紙 甚至劏雞殺鴨 奉上燒肉等封聖美食 招待各方鬼魂 不過這些以殺身來酬神祭鬼的習俗 基本上是違反佛教的精神 不過既然這個鬼節已經是佛道不分 中原漁蘭節混合一體 變成民間的鬼節 以至為期整個月的鬼月 當中各區各地 舉行不同大小的法會神功器 其中原本是漁蘭節獨有的破地獄儀式 就是來自木蓮破地獄救母之說 時至今日 破地獄更加成為 道教殯葬儀式裏面的招牌項目 後人都不惜重金禮聘道士表演一番 以表孝道 才覺得心安理得 所以因為一次擺烏龍的鬼神之說 創造了不少的職位 刺激經濟 各家各派的拿磨佬道士 設柯打直到手軟 做到琴琴著 2011年 香港朝人漁蘭盛匯 更加列入國家級 卑物質文化遺產 呂法谷更趁機 向海外推廣這個節日 希望將漁蘭節包裝成 好像太平清照一樣 吸引遊客的節日 其實 揭開迷信角度來說 香港的漁蘭節 又確是一個 充滿香港特色的文化產物 例如 街頭寒味那種燒街衣的鬼異氣氛 遊魂野鬼 在燒立檔門前 舔叉燒那種情景 加上 業內人士各種努力的表演 以及民間指責製品的那種專業 和創意 都是充滿了 香港黃金時期 港產片的色彩 所以我希望有關當局 就不要將這個傳統節日 包裝成好像一個 加連華會這樣的旅遊項目 因為漁蘭節吸引人的地方 正正就是 它那種充滿詭異感的 大迷信雜族 是香港最有特色的傳統節日之一 值得以文化遺產角度保存下去 亂動作用 越來越井 年輕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善非解密频道 有各种神秘事件的真相破解 包括有各种鬼魂现象 UFO外星人事件 道士传说 奇人怪事 什么都有 是一个充满知识性和科学性的频道 还有 看完片之后 like and share 好运就会double的了 正所谓 早那么早好运 只那么等多一会儿 我现在要出发了 口会有期 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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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